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台南北门产业文化、生态旅游有观光特色,近年不只推出各式各样的特色,但手里旅游只能观光地图,台南市经济发展局,国立屏东大学最近更辅导北门商圈的商家进行店家一项改造,没有统一致式化的招牌,但有一致的北门一项,Logo整体打造北门特色观光氛围。 北门商圈里市长洪有志对发展北门特色观光很有信心,这次儿童,亲民联甲到北门旅游或重游的游客,除了发现北门变美了,著名景点水晶教堂翻修完成,当地的店家也换了招牌,装潢,焕然一新。 洪有志说,北门商圈是否凝聚大家的力量,提升店家的门面景象,特色伴手里,期望有丰富渔业与盐业文化的北门成为台南市观光区的潜力股。 台南市经济发展局委托国立屏东大学执行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地方产业发展计划,就以北门师母与产业一项辅导店家打造门面形象。 店家并没有统一的招牌,屏东大学辅导店家外观装潢,产品上也都印制了北门一项,logo店家和政府补助各出一点经费。 屏东大学说,logo主视觉截取在地多元的异象特色,以三角形的上半部彩原堆图样,下半部取水按异象,中间以设计学图的反转牵出北门师母与造型,再搭配古典传书字体,凸显北门区产业历史文。 画色彩与造型既不识时尚,也负本土情怀。 这次廉价游客不少北门商圈也推出行时速游玩够的小旅行,游客可以骑乘脚踏车游览北门各景点和到特色伴手里商家选购。